怎么样,好看吗? 好看 那比玉展又如何? 灵火之光岂能与日月相争 福家大小姐怎么能和公主相比呢? 你会不会输玉展的发迹啊? 公主,这种没有品级的发饰不适合在宫里输吧? 我今天要出去 出去?去哪儿啊? 去天乡琴院 平日里永耀最喜欢去琴院听琴 我倒要去看看 是什么琴曲 能够对它有如此大的吸引力 对了 燕草 你帮我看看 我是带这个发是好呢 还是带这个? 平日里公主就喜欢珠花 就带珠花吧 这个发簪看起来太过肃淡,配不上公主 那我还是带这个吧 快快,张大人来了 张大人 你总算是来了 怎么样啊?今儿还是老位置? 今天福大小姐要来听琴 她是你们的常客 若是见到她,就把她领到我的雅间里来吧 福大小姐,我们可是熟得很 张大人,您放心 对了,我的琴在后面 看人帮我搬上去 小心点啊 那是自然 张大人,里边请 你们天香情愿的面子也是够大的 却能请到清风局势 张大人 我们天香情愿可是京中第一情愿 这点面哪有的 张大人,您这儿请 哦,对了 上次喝的金牙铺儿不错 去准备下来吧 好嘞 张大人,您的茶 还不赶快去把福大小姐迎进来 好 您是要找张侍郎吗 您稍等一下 姑娘 张侍郎,张大人,请您上座 张侍郎 不知公主驾临 不必多礼 也不必叫我公主 你叫我兽安 我叫您永药哥哥如何 那 兽安 请入座 今天真是有缘 能够在这里碰到永药哥哥 永药哥哥 你看我今天换了一身装扮 你以为如何 我素日里对这些并无研究 你都还没有看 怎么这么快就下定论 似乎这发饰不太合适吧 饰品是唯一属于我的东西 竟也被一眼认出 还让永药哥哥不喜欢 也并非是这发饰不好看 而是说 与你这一身装扮不符 拜见陛下 平身 朕今日是来找福大小姐 不知她在福里吗 不巧了 今日张侍郎约了大小姐 大小姐已经去福会了 他们去了何处 福大小姐 你看这两个人是 但是就想要是 还给我们去寻找 还给我们去 非常好 这是什么 那两个人是 原来今日是集会 双安公主也来了 真是再好不过了 其实 我也是在这儿 突然碰到双安公主 不是 公主 你这一身 我今日突然想换换样式 之前过于俏理了 偶尔戴雅一些也不错 很好看 巧了 我好像也有一身类似的 是巧合吧 大家入座吧 玉斩 他们家的金牙普尔 还可以入口 我听说广南那边 有一个新法子 说煮茶时加入一些橘皮 会有一股橘子的清香 不如今日我们试试 橘皮 我倒是听说过 有加姜和香料的 来人呢 不行 永耀哥哥对橘子过敏 他只要一吃橘子 身上就会起小红点 还会发热好几天 竟有此事 那便不是了 没关系的 试一下无妨 永耀哥哥 你就别逞强了 不过他对橘子过敏这件事 你不知道吗 是我疏忽了 既然不能吃就要说出来 若不是公主心细如发 那我便要成罪人了 不用拿橘子了 是 其实 你可以自己试一下这个新法子 我不喝便是 新法随时都可以试 不必急于这一时 是我糊涂了 卿不知道你有这种忌讳 还提了出来 真是惭愧 是我没有跟你提过 怎么能怪你呢 今日多谢公主 阻止我的莽撞了 你们也来听琴 不必多礼 朕听说 今天琴院来了个大琴师 便急忙忙地来了 位置也没定 到了门口 才发现满座了 但听说 张侍郎刚巧 也来这儿了 便想着 可以蹭一下张侍郎的哑间 张爱卿 不会介意吧 当然不会介意 都不必拘束 坐 来 皇兄今日来的正是时候 听说近日 勇耀哥哥 要亲自上场弹琴呢 不知 今日要弹的是什么曲子 现在还不便说 等上台了就知道了 是用那把琴弹吗 那把琴 是哪把琴啊 玉展知道的 我知道 张侍郎就不要打什么哑弥了 玉展又怎么会知道 你用的是什么琴呢 是在重人房 看到的那把宣琴 正是 究竟是什么琴 勇耀哥哥不能直说吗 对了 今天 会有玉展最喜欢听的曲子吗 玉展最喜欢的曲子 难道张侍郎不知道 玉展最爱听的曲子 叫游园 是吧